在银滩西部的东边 长江路 这边有一个银沙美食城 在它的对面 有那么一个叫做银滩艺术的这么一个小区 小区比较小 不久前 我曾经来到这个小区 采访过一个90岁的老人 他曾经是空军飞行员 在60岁的时候 诊断出来有癌症 后来通过自己的不断的训练 锻炼 和很好的生活习惯 后来癌症被他战胜了 身体非常健康 今天咱们再来这个小区 来拍一拍 看看这个小区 大家都挺感兴趣的 这么一个小区非常小 看看是怎么个情况 这小区的东边有一片别墅区 楼也很少 就几座楼 大概也就是五六座楼 好像没有人住的痕迹 这边有人种的地 这个银滩艺术村呢 在他的最前排啊 都是一些商铺啊 包括什么饭店啊 房产啊 还有民宿啊 等等吧 这是艺术村 最北面的两座楼啊 它总共也就是三四排楼吧 看这一楼啊 这个院子搞得还不错 院子还是比较大的啊 这个楼的这个户型也完全不一样啊 像这个楼 一场溜 有两个三个单元 这个楼只有一个单元 在咱们艺术村啊 建了一个大哥的门口 你家院不小啊 我家你家院不小啊 有个四十平吧 三十平 那感觉挺大的啊 还不大 你们两家是一边大的啊 你现在那个户型多大 多少平米啊 七十平米 哦 七十平米那个户型啊 你知道前面住了一个 将近九十岁的一个老人间吗 知道 薛逸斌 喜欢骑自行车 我采访过他 不是系织 不是系织 就是自媒体啊 自媒体 对 您下来方便说话吗 太远的话 您的声音可能太小 你拍这个啊 是要往上画的吧 对啊 你老家哪里的 湖北 湖北的啊 对 看你自己这个 自己做的香肠 在这亮亮 对 这个小区总共几多楼啊 九栋楼 就九栋楼 对 在银滩就是算是微型小区了 对 我们小区有八十多多楼 我们邻居小区有一百多多楼 在那个银滩东边 谭乡立万 哦 谭乡立万 知道是吧 那个楼盘的房子不穿 房子还行 没有你的房子好吧 你的房子是富士的啊 底下还有一层是吧 对 底下有一层 你是哪一年买的 你是哪一年买的 我是18年 18年买 你买的时候贵不贵 那是房价最高的 多少钱买的 我这50 50来万 50来万 人家60万买的 那个薛老先生啊 差不多他跟我一样 一样啊 对 当时我问他 他要60多万吗 这个我们买的时候 因为人不在的 所以委托人家装修 就装修和那个房价捆在一起 哦 就由人家给装修 所以50多万 只是那个什么 只是那个房子 装修完了以后 又得花个将近十万 恐怕要花20来万 20来万 那你也 那你就 那你所有的都包困了 那你就70万这个房子 80万 80万 住进来就是80万了 对 哦 它那个家电 家具 全部 全套给你弄上啊 那你从这个湖北这么大老远 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 冬天也不回去 今天冬天原来准备回去了 后来 过年 儿子说他们要来 所以就不回去了 不回去了 空气好 空气好 对 等等儿子们过来 还没过来 春节过来 过来看你们 对 你这离我太远了 我估计您的声音太小 这个小区现在住 入住率怎么样 像你的楼有几户人家住 就我一户 就一户啊 这边都回去了 这家邻居 他们在南海那边 南海新区还有房子 对 他们到那儿去过东西 哦 那边是供热 供热 对 这个小区冬天不供热 对 这不是银潭大部分小区都不供热吗 那像你家怎么供热呢 空调 就是空调 跟那个薛老前辈是一样的 也是空调 你家温度多少度啊 看天气 如果晴天大太阳的时候 屋里不开空调 大概是15度左右 15度左右 对 像这个天空调 只有十一二度 十一二度 开空调 接着就温度上起 空调体温很快啊 对 身份很快 你家这个院子 基本上都硬化了 留了一小片地 种点葱 我们这个住院的人 我家也住院 对这个院有个情节 我建议住院的 我就过来看看 这家弄个大架子 你家也没打算弄个什么玩意的 造型啊什么东西啊 弄个亭子啊 坐的地方多好啊 原来想弄一个 后来觉得那没有这么长呀 对 这就是长亮一些 对 这我有一个桌子椅子 往这院子一摆 夏天乘乘凉什么的 都可以 对 是 你看我这边 好像看着有一个 这个叫什么玩意的 遮阳棚是吧 遮阳棚 遮阳伞 对 遮阳伞 压个 这都往上买到 一个也就是 多少钱啊 这个是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也在装修里边 还有这家的椅子四个 坐子一个 都是装修给你们弄的 全在里面 那你当时也 就是人没过来 人家都帮你搞定了 对 很放心 拧个包就进来入住 拧包入住 连被子 褥子 做饭的 家伙是多 就是 拧包入住 就是花了70万 将近80万块钱 对 80万搞定的 就是看着房子都不算贵 你说50万 这个 150平米吗 上下 上下 底下算上 大概 没有140吧 140 刚才我问他 上面70平米 底下60平米 那不一样 我上次问的时候 他说150 我心就是150的户型 在这边印象中 没有 没有 这只有两室一厅 那楼上是两家 组合还是一家是一家 这楼上 楼上 那个是一层一家 一层一家 就一楼最好 就是一楼最大 那不一定 各有特点 三楼它上面有个阁楼 三楼还有阁楼 那也是送给他的 那也多了一层 三楼还有个阁楼 实际上 三楼比一楼要大 三楼比一楼还要大 它上面那一层 它三楼有多大 上面那隔层 就有多大 就有多大 那看不出来 我看它上面 看不出来 你那个 你站在那 你是看不出来 可能站在那远处 你能看得见 对 这都不看 哦 是 因为你这个房子 它是 侧面看 就那个三角 是三角 对对对 就这边是三角 对 但它那个大小吧 它是怎么个事 它这个斜下去的部分 它比较低一些 看起来好像有那么多面积 但是它不实用 他们做民宿的那三楼 比这一楼的还能住人 哦 他们一次来 两三家 住的一个人 哦 一个大人 都能住进去 就搞民宿的这个地方 他们原来有 我记得好像有印象 好像过去 这个叫什么 艺术村民宿 搞得挺火的 这几年不搞了吗 还在搞得少了 这家房子当初 就是买了以后 给人家签的有那个协议 就是要做三年的民宿 哦 做三 哦 然后把这个房价 降一遍 哦 所以这个就是 现在人家家家户户 房子基本上都收回了 哦 收回来了 哦 你看前面有个牌子 九号楼 对叫什么 商铺的那个 对那商铺那个 那地方有个牌子 叫七家民宿 就剩了七家 就剩七家民宿了 哦 除了七家另外还有 还有独自开的 独立开的 不是一体的 是吧 对对对 因为2023年的话 这个夏天 这个民宿生意很好啊 火的很 很火是吧 去年那个 那个就那个七八月份 对 他们像我这样子的 他们开的一套 嗯 七八月份就高两三万块钱 哦 七八月就两三万 嗯 那真还不错哦 往年就那个疫情严重的时候 嗯 他们七八月份都高两万块钱 哦 所以纪念夏天 去年夏天他们这个 听他们我们有认识的 嗯 他们呢 有的买了房子 就像我们这玩了 他不自己来住 嗯 他在别的地方有房子 嗯 他把这个当民宿改 嗯 那么说 听他们说 没收多少钱 说今年的夏天火了很 对 看2024年吧 2024年能不能火 因为这个 2023年是因为 连续三年疫情 好多人被压抑住了 赶紧过来玩玩转转 所以咱们威海地区都特火 对 这个24年以后 这已经释放了一波了 现在人家有缺钱呀 现在是 嗯 这个形势不好 不好预料 对 是吧 对 就达普这个 以后在这住了吗 这个在这养老了吗 哎呀 准备在这里 长期养老 长期养老了 对 老家房子准备给他卖的吗 还是 不不不不 还留给根据地 我买这房子的目的 就是想来养老 养老 那养老那边就空住了呀 我老家的房子 老家房子 空着就空着呗 空着空着 还得留下 那就留给儿子他们了 留给儿子 儿子在那边工作是吧 对 那就那就是这样 如果说那边没有人了 你要在这边生活 这边房子就处理 那边的房子处理掉就行了 因为我经历过很多人 也都是 无论是北京的还是青岛的 都把家里的房子都处理掉了 然后在这边 安心把户口牵过来 在这养老了 谢谢老哥你在啊 我再转转啊 九栋楼 看着冬天住的人也不多吧 没几户 没几户 很少 那这个小区啊 不超过十户 不超过十户 对 最后一排啊 是 一宿村服务部啊 也是属于银滩物业的啊 一排小平房啊 非常安静的一个小区啊 您是这边的物业是吧 对啊 咱们现在住的人比较少 少就是 住了几户啊 冠物业都得辣了 冠物业人就多了 西医间间都得走了 这是一个规律 在这长区的户数不多 户数不多 有线有线 有线在这树 有线在这树的 这个小区看有不少这样的松树啊 不少松树 那边是什么树啊 那个树啊 赤淮 叫赤淮是吧 那边的小区是不是叫大公海岸或者是 越海家园 这个新海 新海啊 别墅 新海别墅 这里是艺术村的一个平面图啊 前面最前面最南面这个楼呢 它底下是商铺啊 是一个长长的一溜 后面呢 有四栋 都是比较短一些吧 总共是八栋楼 加个前面一栋九栋楼